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汪哥 我们今天来看一个小伙儿为了挣钱,疯狂给鱼浇水的戏剧电影《三个臭皮匠》 孤儿院的修女偶然收到一个包裹,打开一看,里面是三个可爱的小孩 蘑菇头、泡面头和小光头 过了几年,几个小家伙长大变成了无敌导弹鬼 修女一听到他们的名字就头疼,正好一个富豪又来领养孩子 修女们一想正是把他们仨送出去的好机会啊 将其他小孩藏了起来,只剩下蘑菇头他们三个给富豪挑选 就在这时,一个可爱小泰迪跑了出来 本来以为富豪要选小可爱,结果富豪选中了泰迪旁边的蘑菇头 三兄弟依依不舍地告了别 回去的路上,富豪夫妻将今天定为蘑菇头的生日 并表示会满足他的所有生日愿望 蘑菇头说,希望和自己的两个兄弟在一起 所以请求他们将另外两个也一起收养了 富豪觉得很为难,为了满足他的愿望将他送回了孤儿院 收养了小可爱泰迪 25年后,三人已经长大 凭借在孤儿院当修理工住了下来 但是三人通常是帮倒忙 不久,孤儿院因为资金问题面临关闭 必须要83万美元才能拯救孤儿院 为了挣钱,三兄弟决定进城打工 与此同时,大卷和西装男正在谋划一个阴谋 他们准备害死大卷的丈夫取得他的财产 就在这时,他们看见了正在找工作的三兄弟 大卷随即让他们帮忙杀死自己的丈夫 但三兄弟并不想犯罪 西装男便装成大卷的丈夫 说自己得了绝症,想要个痛快 三兄弟于是答应了 并立马对西装男出手,将他推出了马路 大卷背着操作惊呆了 一看不对劲,当即心虚地掉头走人 三兄弟悄悄跟着他,想要回报酬 但大卷的助理告诉他们,西装男没有死 大卷也以他们没完成任务拒绝付钱给他们 于是,三人又伪装成护士来到医院 凭借光头的五妹,获取了西装男的病房号 西装男一看三人便龟缩进了石膏里 被三人用炸药炸了出来,就在这时 警察突然出现在医院里 三人急忙逃到顶楼,用消防栓从楼上跳了下来 正好砸在被联养的泰迪身上 几人重逢,十分开心 三兄弟眼看83碗酬金泡汤便打算另谋出路 他们买了一条鱼,放在高尔夫球场里养 为了长出更多的鱼,他们还给鱼疯狂浇水 高尔夫球场主人报警,收拾捣乱的三人 三人再次落荒而逃 几人一路逃进一个小屋便开始争吵起来 他们一直认定都是蘑菇头的错 要是当时被富豪联养的是蘑菇头 那他们也不必这么落魄 蘑菇头很委屈,却死要面子地说了一番狠话 泡面头和光头觉得很伤心离开了蘑菇头 两人刚走出小屋亮了起来 原来小屋是个演员面试现场 他们刚才的争吵被当成了表演 留下的蘑菇头被导演选中 很快成了当红巨星 而另外两人回到了孤儿院 但为了挣钱 两人很快又返回城里 他们不好意思去找蘑菇头 所以准备去寻找泰迪的帮助 恰巧遇见了泰迪的富豪爸爸 可是富豪并不想帮助他们 富豪告诉了他们自己 没有收养蘑菇头的原因 两人这才知道自己错怪了蘑菇头 富豪走后 他们发现一张全家照 这才发现大卷的老公正是好友泰迪 他们赶紧跑去找蘑菇头和好 并告诉他这个消息 当务之急是救泰迪与水火 正巧泰迪开了一个生日派对 三人赶去了派对 大卷一看见他们 就急忙和西装男打招呼对付几人 一路追追赶赶 他们进入了泰迪的房间 就在这时富豪拿着枪出现了 却用枪指着泰迪几人 原来富豪和大卷有奸情 而富豪是因为到他们才成为了有钱人 可是老婆在去世的时候 把所有财产全部留给了泰迪 所以他才和大卷计划了这一出 在富豪和大卷威胁几人 在他们离开时 光头掏出了他的宠物 将一车人吓得直接掉进了河里 车里的空气只能供七人呼吸五分钟 就在这时光头放了一个屁 他们点燃了这个屁 然后几人获救 警察也来到了现场抓走了罪犯 可是泰迪并不想救孤儿院 因为他痛恨把他送给富豪的孤儿院修女们 三人无可奈何回到了孤儿院 孤儿院已经被封了 就在三人自责的时候 他们听到了远处出来的嬉笑声 原来蘑菇头的经纪公司 为他们新建了一个孤儿院 但条件是他们三个都去参加表演 最后电影在一片欢声笑语里结束 这个电影告诉我们 当一个人说会满足你所有愿望时 千万别当真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 现在 место